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2月4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過今天的新聞題要 周庭氣捕流亡加拿大爆港警中國式威迫手段 問問人士直言目的是對當時人心理控制 中國大陸疫情惡化多地重啟健康碼 台灣大學教授何明修在《明報》的專欄突然被終止 詳細新聞內容 現正在加拿大劉鶴 仍身是國安法罪行的前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周庭 突然在Instagram發文宣布 不會在月底回香港報道 也就是他決定氣捕流亡加拿大 他自爆曾被國安警以護照作威迫 回深圳參觀 和寫下感謝警方的信件 香港國安處發聲明 五點名嚴厲譴責公然表示氣捕潛逃行為 並呼籲該名女子懸崖勒馬 為聲明中絕口不提有沒有要求周庭返回中國遊覽 特區政府發聲明指會全力依法追捕 任何逃犯不要妄想潛逃離港 就可以逃避刑責 逃犯除非自首 否則會被終身追捕 聽聽李向陽 李榮天報道 周庭在宣布流亡之後的一天 接受日本一間電視台訪問 再一次表示 他永遠無法再回香港 正在考慮 對未來計劃包括申請庇護 亦不排除在外地 繼續參與香港民主化的政治活動 周庭在香港時間星期天晚上10點 在他已經兩年多沒有更新的IG帳號 連續發兩篇文章宣布流亡 他被控在2019年621包圍警總 判入獄10個月 獲釋之後 因為同時涉及國安法 勾結外國勢力的案件 保釋後查 護照亦被警方扣起 周庭透露 今年決定到加拿大升讀碩士 於是向國安申請取回護照 期間被要求寫悔過書 對過往的政治參與感到後悔 若不肯 輕則失去留學機會 總則在每3個月一次的報道之後 可能不能夠離開警署 到7月初 國安警再向他加條件 要求跟他們回一次大陸 為了能夠離港升學 於是8月某一日 就在5名香港國安人員陪同下 到了深圳 一天的行程 包括吃喝玩樂 被安排參觀改革開放展覽 以及騰訊總部 也被強行要求在景點打卡 周庭認為 如果一直保持沉默 這些相片 或者有一天 會成為他愛國的證據 回到香港之後 更被國安要求寫下 感謝警方安排 使我能夠了解祖國偉大發展的親不信件 最後 國安警將護照交還給他 9月中 離開香港 獨多倫多星河 原本要求他12月底 回香港報道 但他最近考慮到香港形勢 自身安全 生理和心理健康 決定不回香港了 也就是等同宣布棄保 流亡加拿大 他在IG這樣說 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再回去了 又強調 我不想再被迫做一些不想做的事 也不想再被迫去中國大陸 他說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棄保的打算 到加拿大之後 還買了回香港的機票 強調沒有處心積累欺騙國安 周庭沒有交代 會不會好像羅冠聰一樣 和家人斷絕關係 他在文章最後 說出自己心聲 說幾年來感受到 免於恐懼的自由 是多麼珍貴的東西 自己終於不用再 為會不會被捕而擔憂 香港國安處 就在周庭發布棄保的帖文後 10小時 發出不點名的聲明 說留意到有人 表示不會按時向警方報道 警方強烈譴責公然挑戰法紀的不負責行為 聲明又說該名女子 因為涉嫌違反勾結外國勢力罪被捕 要接受保釋後查 期間每次都按時向警方報道 態度合作 早前向警方透露 因此警方向她發回旅遊證件 並延長保釋到12月 警方呼籲當事人懸崖立馬 不要選擇一條不歸路 一生背負逃犯之名 不過對於周庭爆出 曾經被國安警 威逼回深圳參觀 在景點被迫打卡 回香港之後 也要親不捨 答謝警方的信件 和悔過書 警方的聲明裡面 一概沒有提到 我們嘗試邀請周庭回應 但沒有回覆 而香港警方國安處 也沒有回應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李榮添 李向陽報導 周庭宣布棄保的消息 除了令大眾關注到香港 再有社運人士流亡 更爆出香港警方 而使用非法律賦予的方法 有中國民運人士直言 你們中國式的手法 目的就是對當事人的心理控制 聽聽《純音》報道 周庭星期日晚上 突然拋出震撼彈 說不會再回香港報道 但更加震撼的是 他大爆國安警 以連串中國式威逼手段 要他寫悔過書 說自己對過往的政治參與感到後悔 並逼他去中國參觀 了解中國和共產黨發展 以及祖國的科技發展 同時也被強行要求打卡 回香港之後 更加被要求寫下感謝信 以換取可以拿回護照來講升學 過往香港人 很少會有人聽到要寫悔過書 或者好像中國維權人士一樣 被安排旅遊 沉默法庭批准保釋期間 去丹麥公務外訪 其後宣布流亡的許智峯向本台指 周庭不是第一個遇到這些手段 從來在香港的法律裡 沒有任何事在刑事事發程序 或者在執法裡有悔過書 也不是普通法原則裡 連一個關注點是 周庭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 但就未被正式起訴 因此保釋條件 並不是由法庭議定 行政會議成員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承認 沒有聽過回中國參觀 就可以拿回護照 但說理論上保釋條件 可以由警方離定 再和嫌疑人協定 所以無需顏外授權 不過這個說法 就被許智峯批評 可以有任何被迫招認 或者被迫至我招認這些情況 還有所有保釋條件 都沒有可能會 可以用出入境自由來交換 這個出入境自由 都叫做寫在香港的 AR基本法裏的保障裏 我覺得警方今次 如果用這種方式安排 就是事件普通法 和基本法如廢字 類似寫悔過書和被旅遊的做法 在中國時有發生 例如中國異議作家余杰 曾經透露 他離中赴美前 曾經在中國當局的酷刑血迫下 寫報證書 承諾不再寫有選中國的政治評論文章 本身是民運人士的中國人權 執行主任周峰所就說 這是共產黨一貫的做法 讓人們可能跟他合作 周庭的這種方法 是很便宜的 而且他最後要求你要出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你要寫 寫一個 看到這個大路怎麼樣等等 他還說這種做法 就是為了心理控制周庭 有你的把柄 會受他的要挫等等 很多人會害怕 畢竟他覺得這是一個 委屈自己自尊的事情 對於從事社會運動的人 接受這一點 一定是有些屈辱的 本台星期一早上 向警方追問 周庭有關回中國 和被迫寫答謝信等是否屬實 有沒有要求保釋人士回中國參觀 作為拿回護照交換條件等 但至到晚上都未獲回覆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信音報導 周庭氣保的消息獲國際傳媒廣泛報導 周庭被封為香港民主女神 其動向一直備受日本社會的關注 分析指出 周庭被日本傳媒 視為外國政要級人物 今次他親身分享受壓的經歷 再次激起日本對中港政治狀況的關注 聽下董書月報導 日本東京電視台星期一播出周庭的視像訪問 片中周庭已流利的日文受訪 表示相信自己永遠都回不到香港 又說正考慮未來的計劃 包括申請政治被捕 又透露她身體出現問題 還創傷後為症等 周庭氣保的消息獲國際傳媒廣泛報導 包括英媒路透社、加拿大的環球郵報、英國BBC、日本NHA等 而周庭這個日本傳媒的專訪 更是她獲釋後近年首度良常 日本香港民主聯盟發言人葉錦隆成一對本台指出 由2014年雨傘運動 周庭已開始接受日媒訪問 令日本人關心香港民主運動 而今次周庭氣保的消息更成為日本的國際級重點新聞 很多的媒體 尤其是電子傳媒 電視台那些都會為她這個消息 去出一個標準新聞 而在這件事其實是 在日本這邊是外國政要級的待遇 可能金正恩說了什麼才有機會 周庭在宣布流亡 這件事已經是可以引起這裡的媒體的關注 甚至是幫她做一些比較上面突然的東西 葉錦隆又說 周庭能夠講流利的日文 以後經常在社交平台和日本人互動 講述香港的政治狀況 所以在日本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日本人其實都對於周庭的努力都是項在眼外 都覺得她是非常值得支持 日本的傳媒有幫她 換了個名叫做香港民主的女神 周庭在日本的知名度可以滲透到這麼高 包含了她是年輕女孩子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同意對本台說 今次周庭離開香港的消息 令不少日本人覺得開心 同時再激起日本關注沉寂一時的香港民主問題 最近幾乎沒有香港方面的消息 昨天晚上一下子就熱起來了 很多人說香港、周庭 大部分人手工人出來才好 但是也說香港的問題 她跟日本媒體說 她的經驗主要是影響日本一般民眾 因為中國方面的問題 我們也面臨了 但是周庭這樣的年輕人 她經常經歷了很痛苦的這樣的經驗 然後她自己換了那個憂鬱症這些坐牢 當然有對香港人就是有良心的 就是能夠行動的對香港人 對他們有同情 周庭當年來投身香港民主運動 並獲國際推崇 英國《金融時報》選出2021年 全球最有影響力的25位女性 周庭是其中之一 民眾形容 周庭經歷過被指違反《國安法》被捕 都曾經還押服刑 就算被禁聲都沒有被忘記 2020年 周庭被指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日本媒體和網民廣泛報導和關注 當時有日本網民發起《FreeAngus》的活動 要求釋放周庭 或不少日本性界甚至娛樂圈的人都轉載 當時《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同樣被捕 但在日本社會裡面 都是周庭受關注度比較高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月報導 中國大陸的急性呼吸度感染人數攀升 其中新冠病例激增 廣東等多地重啟陸馬 浙江議會一度發出 儲糧10天以上的槍耳 為引起民眾恐慌後刪帖 中國衛健委官員急稱未發現新的病毒 並有成熟的治療手段 專家指 衛健委所言自相矛盾 有評論指中共目前內外受壓 不排除利用疫情加強社會管控 聽聽情聞報導 中國大陸疫情加劇 各大醫院內以兒童為主的 急性呼吸度感染者人滿為患 疫情更加從北方向華東、華南 和全國範圍內蔓延 在這些病例當中 新冠病毒也捲土重來 上週起、福建、陝西、北京和四川等地 重啟陸馬 包括廣東的粵康馬 和四川的天府健康通等 而網民就不斷在社交媒體 曬出復出江湖的健康馬 浙江一位不願具名的網民和本台說 當地也重新恢復了健康馬 上週五 小鵬汽車董事長何曉鵬 透過他的微博帳號發貼文 聲稱從海外經上海回國 在上海機場被要求做核酸檢測 他質詢機場工作人員 得到的回覆是說抽查 但他質疑目前機場是對所有旅客進行檢測 同一天 浙江二烏 就在他們的官方微信公眾號上面 發出倡議書 呼籲當地民眾儲存10天以上的糧食 聲稱是為了增強全社會應急能力 其後那篇文章懷疑是遭到和諧 頁面已經無法打開 而有關消息就激活了民眾對封城的記憶 中華官方就緊急滅火 衛健委新聞發言人 宣傳師傅師長米豐 在上週六聲稱 根據監測 目前流行的急性呼吸導疾病 都是由已知的病原體引起 都有相應成熟的治療手段 沒有發現新病毒或細菌導致的新發傳染病 而本台採訪了一位國內的學者 最要安全考慮 隱藏了他的性命 這名學者指衛健委的講法自相矛盾 他擔心當局借新一波疫情 加強社會管控 來迴避目前中國在國際和國內 出現的眾多矛盾 這個病然後 他首先想到的問題 他首先想到的控制 這個控制不是控制疾病 他是控制在於 他不是從嚴重的健康角度去考慮 北京八九藝術家桂豐 也在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說 中國現時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問題 危機隨時爆發 預料中共會為了防止政權崩塌 會高度壓制社會矛盾和反抗聲音 在這波疫情當中 當局一方面宣稱有成熟治療方法 同時官媒再次力撐蓮花清溫 聲稱一項關於蓮花清溫果粒 對治療兒童資源體肺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已經在北京展開 中國衛健委也在上週六的記者會上 聲稱中醫藥治療呼吸度疾病的療效良好 另外上週五起 中國官方批准多款國產新冠疫苗 進入緊急使用名單 包括新諾威、巨石生物、神州細胞 和旭心生物等公司的產品 納入當中 但中國民眾早前就質疑大面積兒童肺炎 和國產疫苗後遺症有關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在Facebook發文表示 在香港《明報》讚寫了五年的專欄 近日突然被終止 懷疑早前一篇標題有台灣獨立四個字的文章成為導火線 有學者分析指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 媒體勝黨的趨勢下 香港媒體自我審查只會越來越嚴格 避免因為報導自找麻煩或者連累企業生存 聽聽中廣正報導 何明修在臉書刊出《明報》的電郵 形容口氣就好像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開除實習生一樣 沒有解釋也沒有想到需要提供解釋 他的《台灣專欄》就這樣被取消了 何明修在《明報》的最後一篇專欄 上個月27日刊出 之後就接到被停止合作的電郵 《明報》編輯宣稱 他們是反台獨 但不在台灣的中央政府機構上 加上缺乎行政院 或者國立台灣大學成為台灣大學 過去五年來 就只有一次《明報》要求他 將黨國體制加上缺乎 何明修指出 這些要求他都可以接受 不過因為之前有篇文章標題是 《台灣獨立書店的多元化》 《明報》直接改成獨立書店在台經營 事先沒有問過他 反正就是看到前面台灣獨立四個字 就嚇到雲飛拍山 彷彿碰觸到《國安法》的禁忌 何明修過去台灣演講和學校上課的時候 公開介紹香港反送中和雨傘運動 並批評反送中期間 港警的暴力程度不會輸給解放軍 林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接受本台訪問表示 西漢何明修在台灣以及《明報》發表的文章 雖然表面上沒有觸及所謂台獨以及相關紅線 但是其實在題材和角度方面已經犯了北京的大忌 但老師的文章他就是比較偏政治社會學 比較偏教育社會 簡單來講他就是一個比較站在人權的立場 他寫過香港的民主運動 他也寫過台灣的民主運動 而且他就是站在一個捍衛勞工 捍衛基層民眾 捍衛學生 捍衛公民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這些東西完全就是中國的經濟不適 他指習近平對於緊縮言論只有越來越嚴 強調媒體就是姓黨 在這個政治氣氛下 雖然香港仍然有不少媒體系民營 但是仍以自我審查自保 自己也觸犯到國家安全的法規 然後來一天 對不對 國安人員或者是這個警察就來做盤查 用各式各樣的理由 所以他們現在在這個編輯 自己在審查的標準上 他們自己就會開始會比較緊縮 那這方面也可以說是效忠 也可以說為了這家企業能夠在香港存活 反正就是不要得罪當朝的天子就對了 何明修是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經常發表香港社會運動研究文章 近期發表《金錢的運動意義》 香港民主運動中的資金動員論文 探討資金動員對香港反送中的重要性 因運動而衍生的黃色經濟圈 以及金錢在整個社會運動中的象徵意義 以及道德考量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報導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又清風跟大家說說 十二港人涉及在2020年8月潛逃台灣時 被廣東海警接獲 其中十人事後在大陸被判囚 其中被判囚三年的鄧啟然今年8月刑滿後移送回港 再遭控一項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 星期一四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將正式轉至區域法院 連同他另外涉及的管有汽油彈案 本月21日同日處理 鄧啟然沒有申請保釋需要還押 香港47人初選案 星期一四日繼續開審處理 控遍雙方口頭結案陳詞 辯方在回應控方提出的 非法手段法律爭議時主張 理解時應承擇前段密落含蓋武力的意思 但法官李温騰則質疑有關解讀 或依備國安法條文有漏洞 辯方同意同時說 填補漏洞責任在其他機關而非法院 強調於立法會議員是基於政府 沒有回應五大訴求而否決財政預算案 好難說是沒有審視預算案 控遍雙方完成所有結案陳詞 審理歷時118日後正式完結 法官說會盡快處理裁決 但初步預計需時三至四個月 美國政府今年10月 進一步收緊AI晶片出口限制 全球晶片龍頭輝達行政總裁黃仁勳 上個月承認公司正在開發 專攻中國的晶片 會盡力與所有人做生意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星期六二日 在加州的列根國防論壇發表專題演講 直指中國並非朋友必須阻止其 在先進半導體領域迎頭趕上 他敦促業界不要為了賺錢 要過華府管制幫助中國製造晶片 揚言管制措施會適時更生 在加州列根國防論壇上 美軍參議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 回應記者提問時說 美國人確實應該擔心 中國日侵台灣的可能性 他指出美國必須關注中國 對台灣和印太地區國家 持續私家軍事或經濟上的壓力 更加電名說 試想一下香港發生過什麼事 為了加強監控中國船隻 菲律賓日前宣布 在南海中熱島劍立海岸防衛隊據點 中國就派出更多的船 在中非兩國有主權爭議的南海牛握招 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發現 超過135艘中國民兵船蜂擁而致 非法闖入 非法曾經向中國民兵船發出無線電警告 但沒有任何回應 已經派出兩艘巡來船到附近海域監控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社媒收聽收看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